在美国中国吉林广播电视周开幕之际,吉林省政府新闻办、省外乔办与美国英伦传媒又举办中美媒体人研讨会,双方研讨中美媒体的合作交流方式和途径及未来发展,请看报道。 吉林洛杉矶媒体研讨会在洛杉矶辉特尔W酒店举行,研讨会以媒体在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了解和互信中的作用为主题,进行研讨。 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主任张树斌主持了研讨会,中方演讲嘉宾包括吉林省电视台副台长、高级记者庄谦宇, 产春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总监王林, 吉林省新闻网络办主任吉林省互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佟德军与美方的演讲嘉宾, 包括美国英雄传媒董事长、环球东方总裁苏彦涛, 奥斯卡最佳音效与编导获得者李沙德·安德森, 中美电影节委员洛杉矶学院人文系教授廖茂俊, 《嘎纳电影节》获奖者好莱坞名导演克里斯·利比, 就中美媒体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坦诚务实的交流探讨, 并对未来的合作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概念、新的举措, 期待中美双方吉林和洛杉矶两地之间媒体业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来推动中美媒体事业的再上新台阶。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洛杉矶采访报道。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洛杉矶采访报道。